本章我們要介紹的是活動企劃 在本章我們可以學習到如何在投影片中加入表格 編排表格與內容文字 美化表格的樣式等 首先 我們要插入 一個 投影片 到插入裡面 表格 你的插入表格 藍數我們假設是6 列數我們假設5 確定 我們可以調整它的行列 寬度 或者是它的 載度 或者如果 這個覺得太小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大 拉 如果這樣的表格數 你覺得還是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按右鍵 筆的插入 插入下方列 這樣就有很多 如果 如果 太多了我們想刪除 可以把它 選起來 打 一樣按右鍵 按刪除 刪除 列 英文字母 我們可以把這個選起來 到版面配置裡的合併儲存格 讓它變成一格 讓它變成一格 如果 想要分割 可以從這裡 再按分割 那我們這裡 按垂直至中 文字方向我們也可以調整成垂直 儲存格 儲存格邊界 是要讓你調整 上下 跟寬窄 那 我們的表格樣式 可以依需求 而改成 把它 到設計裡 假設我們選這個 可以把它 下來 到 往底 底有各式各樣 假設我們按 材質 裡的 如果這些都不符合您的需求 可以到 圖樣填滿 圖片或材質填滿 進程填滿 等 那我們這邊選擇 圖片或材質填滿 或者我們可以到 一樣式格式的 設計 裡面有個效果 可以讓它有更立體的感覺 空性也可以讓它有 左斜框線 打入兩行不一樣的字 讓它有所區隔 那 如果我們這邊的背景 覺得 還是不滿 我們可以到圖片的 圖片 範例圖片 那 我們這裡以沙漠為例 按 插入 那背景就是 我們想要的 沙漠 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 我們也可以到框線裡 選擇 無框線 或是 所有框線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選擇 供您的需求 按照 另外 感谢观看